法国若夺世界杯冠军某商家将荒得一笔,其实完全可以稳赚不赔,世界杯半决赛中法国一比零淘汰了同样夺冠呼声很高的比利时队,法国队进入决赛,而由于另外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克罗地亚相对较弱,只要法国队正常发挥的话,冠军几乎可以说是法国队的囊中之物,法国队和法国球尼皆大欢喜,而承诺法国队夺冠。 商家退全款的某商家,是不是将荒得一笔,而事实上该公司并未荒得一笔,反而还发了下一步夺冠的海报,看来该商家对法国是否夺冠都能接受。 得失早已考虑好了,根据该商家的活动公告,活动期间线上销售7亿元,活动商品,即夺冠退全款部分销售额5000万元,线下销售3亿元,夺冠退全款部分销售额2900万元。 整体算下来,活动带来的整体销售额约10亿元,其中活动款产品7900万,整体销售额的净利率保守估计是10%,也有1亿元,完全可以抵消7900万的活动成本。 而且7900万是收回来又退出去的,实际上公司付出的实体产品,也就是成本价,这个付出的费用实际上会远低于7900万元,而假设商家在从法国夺冠的赔率角度分析,则完全可以做到本赚不赔。 假设商家预先购买法国夺冠2000万,按5倍的赔率计算,假设法国不夺冠,则商家付出了2000万,但带来了10亿的销,售额含7900万夺冠套餐销售额,按10%净利率算,1亿元减去2000万,商家可以净赚8000万。 假设法国夺冠,这2000万按5倍赔率商家收入一个亿,减去成本净赚8000万,夺冠套餐部分成本价按50%计算有4000万,8000万减去4000万,商家可以净赚4000万,这还不包括非夺冠套餐带来的利润。 不论法国夺不夺冠,商家稳赚不赔,目前法国对姆巴佩等人状态增加,而克罗比亚经过加时显得非常劳累,法国完全可以以一代劳一举拿下克罗比亚,夺得冠军,就算商家不买法国夺冠,这波营销带来的曝光,只要花费7900万商品的成本价,是相当超值的,总体而言,商家稳赚不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